前几天高铁上坐后座的熊孩子一直用狂大声放动画片 整个车厢都为之侧目 我也无可忍强压着怒火 默默拿出耳机很好语气地跟他说 耳机借你用好不好 他妈却一把把我推开 小孩戴耳机伤耳朵你不晓得 生活中这样吵到他人的事情也并不少见 看电影时旁边的人大声地讨论剧情 坐地铁或者是公交时 有人开着工放在补追都挺好 还有人走在路上刷抖音 一边刷还一边大笑 不仅显得自己没素质 还非常讨人厌 梁水秋说 一个人大声说话是本能 小声说话是文明 的确如此 每个人在公共场合都有不同的表现 有的人大声说话影响别人 有的人压低声音 小声说话 小事方能见真章 不要小看你的音量 不知不觉间 他已经暴露了你的层次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当我们在公共场合留意到一个陌生人时 总会先听到他的声音 低声说话的人显得温和有理 而大声说话的人吵吵闹闹 影响到别人 却不自知 每句破产姐妹里面 Max和Carri Line 就是这样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Max是生活在 威廉斯堡的女事业 而Carri Line 本来是一位千金大小姐 阴差阳错成为了Max的室友 简好友 某一节里面 他们两个结伴去电影院 看电影时 Max一直大声吐槽剧情 引起其他观众不满 让坐在旁边的Carri Line 非常尴尬 是啊 电影院应该是安静观影的地方 大声说话 总会影响到他人 其他人讨厌 也很正常 平时遇到一个陌生人 我们可能会先靠对方的衣着打扮 来作为第一影响 但其实 有些人穿的衣冠整齐 一开口的音量 却暴露了自己 不顾他人大声嚷嚷 显得粗鲁不堪 而有意识的温柔软身 会让人感到礼貌 心理学上有一个叫 私人空间效应 我们的身体周围有一定的空间 对待越陌生的人 这样的空间就越大 当他们越过空间的边缘时 我们会感觉自己被冒犯 其实 不止身体有私人空间 声音也会有私人空间 那些电影院里的讨论 走在路上的突然大叫 还有坐地铁时 公放音乐 其实 就是入侵了我们的私人空间 本来轻松地走在街头 却听到这样的声响 浑身不自在 一个有礼貌的人 是不会入侵别人的私人空间的 不管是身体 还是声音 所以有时候啊 单单听到音量 就足以让你判断 一个人的样子 之前看声灵奇境 这个综艺时 看着各位嘉宾 用自己的声音 给经典电影重新配音 感觉很有趣 其中 周一维非常圈粉 上一秒配的是 董存瑞 大声吼叫为了新中国 下一秒配的却是梅兰芳 吊着嗓子小声说话 刚张开口 就非常惊艳 嗓门大小是天声的 有的人 天声声音洪亮 已有的人 闻声细气 这个改变不了 但音量的大小 我们却可以控制 我见过平时小声 说话的女生 大声呼吓 送错餐的外卖员 也见过大大咧咧 说话大声的汉子 低声相信人问路 我一直觉得 能降低音量 说话的人 都是 严于律起的人 很认同蔡康勇的一句话 讲话时 最好自觉地降低音量 不光是因为太大声 会吵到别人 而是 因为如果一个人 连自己的音量都控制不好 会让别人很难信任你 其他各个方面的能力 的确是啊 连自己音量都控制不了的人 往往控制不了自己的人生 电影《窈窕淑女》里面 澳大利贺本扮演的卖花女 口音低俗 声音粗鲁 她意识到自己这样 只会穷困一生 付钱给语言学教授 学习怎样控制自己的声音 最后呢 她在舞会上 言笑得体 成功扭转了自己的人生 梁温道曾经在 《常识艺术》中问道 是什么 让香港人在十年后 自己在餐桌前 将声话的音量 降低了下来 答案是 文明 随着香港的教育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 变得更文明 懂得控制自己的音量 从而不影响他人 根据我的观察 有几种情况 人们特别喜欢抬高音量 靠实力获得认同 而不是音量 当一个人心虚的时候 他总会抬高音量 来虚张声势 中国有句老话 石墨无声 空墨响 半瓶不动 半瓶摇 意思是 装满了墨水的瓶子 不会发出声音 只有空空的瓶子 才会发出摇晃的响声 生活中将是这样 只有外强中竿的人 才会靠大声说话 来装腔做事 其实 作为真正有实力的人 根本不需要 抬高音量来获得认同 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实力 靠自己的道理 来让别人幸福 与其大声责骂 不如文和待人 愤怒的时候 有些人会破口大骂 之前网上有一句话很火 不要大声责骂年轻人 他们会立刻辞职的 很多人评论说 现在的年轻人不行 经不起责骂 但其实换位思考 谁都有自尊 不会愿意被人大呼大喝 若是对方真的做错 在开口责骂之前 不如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再用温和的语气 来告诉对方是哪里做错了 在公共场合 应该礼貌地小声说话 很多人在公共场合 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营养过大 给人一种不礼貌的影响 松普弥太郎写过 成年人应该注意保持安静 比如大声说话 在餐厅和饭馆 会显得很粗鲁 在自住咖啡厅 会显得没礼貌 平常说话时 我们应该多留意一点 周围的环境 如果有人表现出不满的神色 那你就要注意自己的音量了 电影《乘风破浪》里面 邓超对彭雨燕说 你不需要那么声势浩大 控制自己的声音 才是最强大的启程 大声让让总是简单 但能压低音量 不影响他人 这才是最高级的层次 最基本的修养 我们都以为过去的 就过去了 没什么好舍不得 不就是孤单怕冷 都已经选择 就别再讨论 谁伤得比较深 两个陌生人 碰巧搭上同一半 神秘列车 分享每道黄昏 那爱过的人 却在记忆的路口下沉 转身 抛下了永恒 我记得你的眼神 如此的坦诚 我们都 因为失去的 就失去了 断了线的风筝 放开后 就自由了 不再过问 心会不会疼 它飞到哪去了 两个陌生人 风巧搭上同一半 神秘列车 奔向每道黄昏 那爱过的人 却在记忆的路口下沉 转身 抱上了永恒 我记得你的眼神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